我喜欢陆怀川 从高中到大学 球赛输了 他的队友开玩笑 让我去勾引对方主力 我看着表示赞同的陆怀川 笑了 好 那我去试试 我拿起水滴给了对面打得最好的那个 后来 被我送水的男生打爆了陆怀川的队伍 故事开始 宿舍 化完妆的莫雨昕走到我旁边问我 江染 你还不出发吗 去哪 我不解 莫雨昕故作惊讶 不会吧 陆怀川没有告诉你 今晚球队有训练赛吗 宿舍里的都不约儿童的看了过来 原因无他 陆怀川长得好成绩好 又是篮球队队长 横受女生的欢迎 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假装不在意 莫雨昕也遇到 你们两个不是关系好吗 我以为他肯定会叫你去看他打球呢 关系好吗 是挺好的 毕竟我们两家是邻居 初高中又都在一个学校 高中时我和陆怀川告白 他却回答我说 江染 我高中不谈恋爱哦 等我们上了大学再说 我确实等到了 和他一起考上了A大 可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再进一步 上大学后的陆怀川和高中一样 身边永远围绕着漂亮的女孩子 可他也不谈恋爱 始终以朋友和他们相称 渐渐的我也明白了 我也不过是他众多女生朋友里的一个罢了 见我不说话 莫雨昕得意的笑了笑 今天我们戏和工程系约了有一赛 江染 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呗 拒绝的话到了嘴巴 却还是说不出口 因为有陆怀川 我还是想去看看 到了球场 他的队友先认出了我 陆哥 你的小迷妹又来了 陆怀川文言看向我 你怎么来了 我心下一城 有这么不欢迎我来吗 莫雨昕立马上前道 怀川 是我让他陪我来的 你只叫了我一个女生 我怕无聊吗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撒娇意味 显示出两人不一般的关系 他是被陆怀川叫来的 而我是不请自来的 我们在第一排坐下 比赛很快开始了 莫雨昕激动地喊着陆怀川的名字 为他加油 陆怀川朝我们的座位看了好几眼 莫雨昕担忧地凑近我说道 你看怀川他一直看我 我都担心影响他发挥了 我忍不住在心里翻白眼 他的担心实在多余了 因为陆怀川根本发挥不出来 对面的攻城戏太强了 不管是队友间的配合 还是投球的命中率 都远超我们戏 上半场结束 中场休息 莫雨昕立马上前送水 当然只给了一个人 陆怀川接过他的水就喝了起来 偏偏接之前 又看了我一眼 球队里的几个人开始讨论起了对面 说着说着便开起了玩笑 对面气候真强啊 叫许承岩是不是 听说他还是单身 我们系美女多 给他介绍一个 到时候真打起比赛 来让他放放水 哈哈哈哈 有人注意到了我 提议到 让江燃去呗 说话的人被拍了一下 你傻呀 不知道江燃喜欢陆哥呀 那更好 到时候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到时候有了女朋友 球场上可不见得 还能有这么多体力咯 哈哈哈哈 大家肆无忌惮地 开着我的玩笑 甚至还开起了黄枪 而一旁的陆怀川 始终默不作声 默雨昕故意问他 怀川 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陆怀川毫不在意 无所谓道 嗯挺好的 听到他的回答 原本还在生气的 我突然释怀了 我笑笑 好啊 那我去试试 我正好觉得他打球很帅 陆怀川的脸色变了变 我拿了瓶矿泉水 往对方的球场走去 许成岩坐在位子上休息 和一旁的人有说有笑 我用水轻轻戳了戳他的背 你好 喝水吗 几人注意到动静 都转头看向我 我的脸瞬间红了红 或 刚刚在球场上 看不太清楚脸 现在才发现 这哥不仅打球很帅 长得也帅 得 诚哥 又来一个 又要聚 队友的话停住了 瞪大了眼睛 许成岩嘴角扬起弧度 抬手来接我的水 指尖不小心碰触道 有点烫 我立马缩了回来 谢谢 他盯着我笑 不用谢 我转身想走 背后响起了一道散漫的声音 怎么 给我送了水 就要去给其他男生喊加油吗 我脚步一顿 计时器在此时响了起来 中场时间到了 快 来 坐这里 许成岩上场了 他的位子空了出来 旁边的兄弟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我叫张俊 你叫什么 不是我们专业的吧 你可是第一个给诚哥送水 他收了的 第一个 那可真是老天爷眷顾 不让我惨上家惨 被拒绝 张俊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回答的速度 都跟不上他抛问题的速度 他不累吗 我指着许成岩问道 他打了三截了 一直没人换他 你说诚哥 诚哥体力好 他打完四截比赛 都还能去操场 跑了一千米 张俊的语气夸张 我被逗笑了 缓解了我坐在这里的不适感 结果刚被夸体力好的许成岩 就过来了 去 第四截你换我 张俊立马垮了个脸 诚哥 我累 我看你精神不挺好的吗 小嘴巴巴的不挺 快上 许成岩额头的碎发 被汗水进得湿透 他抬起手 胡乱抓了两下 随手拿起位子上的毛巾 在我身边坐下 聊什么呢 笑这么开心 我微微错愕 他在场上打球 还能看这么仔细 你视力挺好啊 我由衷夸赞道 当然 许成岩嘴角上翘 带着一丝得意 不然投球怎么能这么准呢 比赛结果毫无悬念 陆怀川队来握手的时候 脸色臭得要死 他的视线越过他们看向我 还不回去 坐在这里很好看吗 至于吗 就说了常有一赛 脾气这么冲 我撇了撇嘴 朝许成岩解释起来 我还有朋友在那边 我先过去了 一见到莫语新 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 江燕 你和许成岩之前就认识啊 刚认识 你们看江燕 就是受男生欢迎呀 我比不过他 他是故意朝着大家说的 我忍不住皱眉 这话说的 可真查 陆怀川提出去吃夜宵 莫语新为难地看向我 江燕 那我和他们去吃夜宵了 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吧 哦 我点点头 你也去 陆怀川用命令的口吻对着我说 莫语新的脸色变了 换作从前 陆怀川叫我去夜宵 我会开心死 可今天我实在没心情继续去看他 和其他女生打情骂俏 我摇头拒绝 不了 我累了 陆怀川却仿佛听不懂我的话一样 继续追问道 你不是一直想去吃XX吗 那家店刚开业的时候 我就发给陆怀川了 想让他陪我一起去吃 可是他永远说忙 没有时间去 因为他把时间都留给了他的新朋友们 我对上他的目光 语气坚定 太久了 我已经不想吃了 洗漱完躺在床上刷朋友圈 刷到了陆怀川五分钟之前发的 输了比赛却赢了你 配图是他和莫语新 我的手指平在屏幕上 迟迟没有往下刷 这么多年 我看到陆怀川身边 围绕着其他女生的时候 都会难过 可真正看到 他和别人在一起的这一刻 我突然觉得解脱了 挺好的 作为朋友 我应该祝福他 baby们 快来吃夜宵 莫语新回来了 拎着两袋吃的 这家店真的不错 我就想带回来给你们也尝尝 怀川请客哦 另外两个室友 开心的凑了上去 陆怀川对你可真不一样 我刚还看到他发的朋友圈了 你们这是公开了吗 说着 他还往我这边瞥了一眼 是啊 被你们发现了呢 莫语新无嘴笑 见我迟迟没有动静 他走到我床边 江染 你不下来吃点吗 谢谢啊 我已经刷牙了 莫语新惋惜的说道 那太可惜了 这可是我特意买的 手机传来震动 是陆怀川发来的 我让人给你带了东西 吃了吗 陆怀川永远这样 高中告白被拒绝 第二天就给我带了我喜欢的早饭 说是特意去为我买的 校文一比赛 他给其他女生送花 却又在比赛结束后 专门等着我送我回家 毕业放了我的鸽子 和别的同学出去旅游 里面还有我最讨厌的女生 为此我一个暑假 没有理他 可他却在开学前来我家 帮我一起整理东西 还和我爸妈保证说 会在大学里好好照顾 让他们不用担心 给一个巴掌 再给个甜枣 我却还乐在其中 我一直安慰自己 是因为他高中不想谈恋爱 所以才不和我在一起 异性远好并不是他的错 我一直自欺欺人的觉得 自己对陆怀川来说是不同的 可其实他并不喜欢我 只是觉得失去我有点可惜 所以用模棱两可的态度困住我 江染 你这个恋爱脑 也应该到清醒的时候了 第二天 男生宿舍 许承岩扫了眼时间 关掉了游戏 张俊疑惑的从电脑前探出头来 诚哥 你怎么下线了 继续啊 有课 许承岩抄起桌上的手机走了出去 不是 一个破选修课 有什么好趣的 在寝室里打游戏不快了吗 张俊在他背后不解的嚷嚷着 我刚到选修课的教室 就先后收到陆怀川和莫语欣的消息 我今天不去上课 给我签到 江染 我和怀川出去约会了 帮我们俩签得到 明明是三个人的课程 受伤的却只有我一个 我愤愤地敲着手机屏幕 回复了个欧 旁边突然想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好巧啊 我抬头看去 是许承岩 他居然也是这节选修课 那确实瞧他妈妈给瞧开门 巧到家了 我可以坐这里吗 许承岩指了指我旁边的空位 我点了点头 坐下后 许承岩突然说 昨天吸吸你的水 我心里一颤 他可千万别问我 为什么给他送水啊 他倒确实没问 只是拿出手机说 我们加个微信吧 我疑惑地看向他 许承岩笑着解释 下次可以帮忙站坐 我环视了四周 熙熙落落的人 大部分都是空着的座位 心里纳闷 这真的有站坐的必要吗 这门课上的是影视鉴赏 老师通常会让我们 观赏一个电影片段 看到他放映的是 丛林赤子心 我心里暗到不妙 不是 这老师偏偏是和狗狗过不去吗 上捷克放了南极大冒险 我这人类点滴 没忍住哭得稀里哗啦 在一众玩手机的同学中 越发显得清新脱俗 因此在点评缓解 首当其冲 被老师叫起来 发表观后感 想到这 我决定低下头 继续玩手机 放弃观影 你不看吗 是怕哭吗 许承岩健壮 低声询问我 不是 他怎么知道 也对 估计上捷克看到了 更丢脸了 我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许承岩轻笑一声 从口袋里 掏出一包纸巾 放在我的面前 没事 你可以哭 我有纸 下课后 我去厕所洗了把脸 果然哭是我逃不过的命运 只因上捷克 给老师留下的印象 实在太深 他特意推了我 将然对电影的感触深 等看完后 你来说下两部电影的区别 我明显听到 老师说完后 周围人传来的笑声 救命 这和当众编师有什么区别 无奈 我只好认真看完了电影 走出厕所 却发现许承岩正被 靠在阳台的栏杆上 挽着手机 我看下四周 并没有其他人 我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还在 许承岩收起手机 放回口袋 笑着回 再等你啊 直到我们两个病排 走在回去的路上 我都想不通 为什么许承岩要等我还提出 要送我回寝室 他是一直都这么热心的吗 因为想得太入神了 当楼道里 突然窜出辆小电驴时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许承岩眼急手快 一把将我往他的方向拉去 开电驴的人 也急着避开我们 可能是过于慌张了 他猛地扭了下车头 可却扭错了方向 结果 撞在了许承岩的腿上 许承岩穿的是五分裤 被撞到的膝盖部位 有点红红的 你真的没事吗 带小电驴走后 我还是不放心 再三确认道 真的不用去医院吗 许承岩轻笑一声 我怕我去了医院 医生会和我说 再来晚一步就要痊愈了 我脸一红 我突然想到 刚经过的奶茶店 还开着门 便叮嘱他 许承岩 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一会儿 我去去就回 我到店里买了两杯奶茶 又让服务员帮忙 装了一袋子冰块 回来时 许承岩正乖巧地 坐在石凳上等我 看到我 弯了弯唇脚 我还以为你 给我买橘子去了呢 他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我将冰块递给他 用冰敷一下吧 万一肿了就不好了 许承岩结果盖在了 自己的膝盖上 还不忘调侃我 你倒是比我还关心我的腿 当然了 你的腿可是要打篮球的 戏里的篮球比赛就要开始了 可不能因为我 害得他上不了场 我在他旁边坐下 将吸管插进珍珠奶茶里 喝了起来 顺势监督他 还有一杯奶茶是给你的 嚼嚼嚼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嚼嚼嚼 就按照我的买了 许承岩偏头看向我 江染 有没有人夸过你很可爱 我一愣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有啊 等在细细思考了他的话后 我的脸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他这是在夸我吗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直到许承岩再次开口打破 江染 嗯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人 他的眼眸映着淡光 还怪好看的 你昨天给我送水我很开心 下一场比赛 继续来给我加油呗 许承岩拎着奶茶走进了寝室 张俊眼前一亮 诚哥 你还买了奶茶 是给我的吗 滚 不是 诚哥 你啥时候变这么小气了 许承岩不理他 拿出手机将刚家的微信置顶 打开对话框 手机传来震动 是许承岩 发了张图片过来 我点开大图一看 是院系杯的篮球赛程 我看着照片陷入沉思 从下课特意等我 到送我回寝室 再到邀请我去看比赛 许承岩这一系列举动 会不会过于暧昧了 他该不会喜欢我吧 不至于 我们才认识几天啊 错觉 一定是错觉 他可能就是人比较热心罢了 算了 不想了 帅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这天许承岩约我打王者 许承岩 开黑吗 我射手贼6 我 快比赛了你不去训练 真的没关系吗 许承岩 劳逸结合 况且 许承岩 打你们戏 那不是一如反掌 我 那应 MB最反装逼的人了 许承岩 所以 来不来 我 来了 老哥 他在峡谷一顿咔咔乱杀 而我只要躺好就行 墨宇新回来的时候 正好一把结束 在等待匹配中 他静止走到我的座位旁 抬手拿下我的耳机 不是 他有病吧 你干嘛 江染 你是不是把陆怀川删了 是啊 怎么了 江染 你是不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了不开心 我知道你喜欢陆怀川很久了 可是他不喜欢也不是你的错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做 你很闲吗 我看了眼时间 打断他 今天这么早回来 怎么陆怀川和你约完还要去赶下一场 你 胡说什么 墨宇新尖叫起来 看来我的话让他破防了 江染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嫉妒我 真是无理取闹 我正准备开口反驳 手机里传出来许成眼关切的声音 你那边没事吧 我才想起 游戏里的语音一直是开着的 钢耳机被摘下了 所以声音也自动外放了 墨宇新先是一愣 接着冷笑道 江染 难怪你不找陆怀川了 原来是有下家了呀 你可真有本事 这么快就把许成眼拿下了 听其他戏的人说许成眼蛮难追的 女生家他微信他都拒绝了 江染 你是使了什么手段 让他这么快就被你吸引了呀 那他知不知道你是被篮球队的人 叫去勾引他 让他放水的呀 你在胡说什么 我制止住他 立马拿起手机切出了游戏 墨宇新抱着胸靠在桌子上 斜眼看我 我说错了吗 我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点开其中一条朋友圈 放到墨宇新眼前 是我们系另一个女生发的唱K视频 好巧不巧 和他合唱的正是许成眼 我对着墨宇新阴阳怪气道 你有这时间不如去管管陆怀川 怎么办 你男朋友好像要有新女朋友了 他不就是故意来恶心我吗 谁不会啊 我看着面目瞬间猙獰的墨宇新 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墨宇新气冲冲的去了阳台 去给陆怀川打电话去了 我平静了一下 打开微信 许成眼没有发消息过来 他听到了墨宇新说的话应该再生气吧 我打开和他的聊天见面 打了些字又忍不住删掉 我想和他解释一下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面突然跳出来消息 许成眼 江染 你在我的对话框里写论文吗 我只好硬着头皮发了出去 不好意思 那天有一赛的时候 因为我们戏的人 开我和你的玩笑 确实是这个原因给你送了水 但是我真没有像我室友说的那样 接近你让你放水 我巴不得你打抱他们 许成眼 哦 那我可要谢谢他们了 我 谢什么 许成眼 谢他们给了我认识你的机会啊 我盯着这条消息 看了整整一分钟 然后在屏幕上打了一行字 许成眼 你甚至喜欢我呀 手指在发送键上停了很久 一咬牙 发出去了 但很快就后悔了 这问的会不会太直白了 万一是我误会了 岂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手机传来震动 许成眼居然打了语音电话过来 我慌张的差点没拿老手机 我颤颤微微地点了接听 许成眼的声音清纯如酒 滴滴地飘进了我的耳中 我想你亲耳听到我的回答 没错 将然 我喜欢你 居然是真的 在片刻的惊讶和慌乱之后 好像有一丝惊喜和雀跃 悄悄爬上了心头 像进入湖面的浮标 轻轻跃动了一下 很快到了比赛的日子 工程系的球队 排在里面的球场 当我拎着袋子 经过我们戏的时候 坐在第一排的墨宇 心吃笑一声 有些人啊 真是上赶着来献殷勤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来给球队打杂的呢 他旁边的女生附和道 嘻嘻 真甜呀 可有什么用呢 买再多东西陆怀川 都不会看他一眼 买比得上雨昕你呀 这话受用极了 墨宇心的神色 立马得意了起来 哟 将然 又来看陆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 球队的人都看了过来 包括陆怀川 他瞥了眼我手里的东西 淡淡吐出一句 多此一举 墨宇心笑出了声 买了啥 陆哥不和我们喝 对 别浪费了 好歹一片心意 有两个人凑了过来 不是 他们在自说自话些什么 我有说这是给他们买的吗 我刚准备开口 却被一道声音打断 将然 许承衍快步朝我走来 他从我手里接过袋子 另一只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腕 他朝陆怀川解人笑笑 我的人 我先带走了 许承衍拉着我 往他们的球场走去 前排观众席的同学 看到这一幕 都窃窃私语起来 许承衍的队友 看见我们过来 脸上纷纷露出调侃的笑容 我不好意思急了 我想着你们应该有水了 所以买了点运动饮料 给大家喝 你拎过来多重啊 我是让你给我一个人送水 又不是让你来当助理 给全队买的 许承衍的语气里 带了点小情绪 像只炸了毛的兔子 需要安抚 我从袋子里 掏出一瓶地给他 比赛开始了 两队都向中间走去 许承衍却突然转身 朝我的方向大喊一声 将然 看好了 看我怎么打抱对面 瞬间 工程系的观众席像被点燃了一般 起哄起来 我的心在短暂的停顿后 猛烈跳动 我看向球场上的少年 此刻他站在那里 散发着异议星光 这场比赛 双方都打得一场激烈 估计是被开场的话激怒 许承衍遭到了对面的围堵 只要球移到他手里 就对死死的防住 特别是陆怀川 即使离得最远 也要冲过来抢球 不过许承衍心太好 自己投不了 就传给队友 过不了内线 一有机会 就在外场投三分 他依然是全场个人 得分最高的 比分也一直遥遥领先 反观对面 打得越来越急 失误也越来越多 陆怀川甚至因为午饭下场了 当许承衍最后一个球 擦着篮筐进去的同时 哨声响了起来 工程系响起了欢呼声 赢了 双方握手环节 不知道许承衍朝对面说了什么 气得陆怀川 砸了手里的矿泉水 你和对面说了什么 我好奇极了 许承衍凑到我的耳边 低声道 我和他们说 我已经听女朋友的话 给你们放水 不然你们输得更难看 杀人诛心了 不过 我没让他放水啊 等等 我也还不是他女朋友啊 你胡说八道的本事见长啊 谁让他们欺负你 气死他们 许承衍一脸愤愤不平 幼稚鬼 哼 你还没夸我呢 我今天表现好吗 许承衍眨巴着眼睛看向我 像某种大型犬科动物 我笑着将毛巾盖在 他还在滴水的头发上 嗯 许承衍 你今天帅爆了 球队的人提出要庆祝一下 非要拉着我一起去吃夜宵 将然 今天要是没有和你给我们买的饮料 哪能打得那么顺 是啊 你一来 陆哥如有神助 简直超常发挥 今天能赢 你功不可没 必须去 可能是怕我不好意思 他们一个劲的为我找着理由 虽然很扯 我看向在一旁偷笑的许承衍 他摸了摸头 你要是想去的话就和我们一起 就学校附近新开的那家烧烤店 不远 要是累了不想去的话 我先送你回去 去吧 我也确实饿了 这个点烧烤店正是人满为患的时候 幸好今天不热 我们可以坐在外面的桌子 旁边有一群同样穿着球服的人经过 张俊看见了 大大咧咧喊了一嗓子 哟 这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吗 真是冤家路窄 竟然是我们戏的那群人 他们看了我一眼 便出声嘲讽 将然 你可真行啊 这么快就把人拿下了 许承衍立即沉下脸来 把嘴巴放干净点 不然你们今天输的可不止球了 男生性性闭了嘴 真是欺卵怕硬的家伙 让一让 让一让 小伙子都处在这里干什么 旁边有座 刚好我们的烧烤好了 老板端了上来 我才没心请理他们几个 拿起香肠就往嘴里送 莫语新拉了拉路怀川的袖子 怀川 我不想吃这个 不上档次 脏兮兮的 一看就不好吃 不是 一个烧烤店 你还想他多上档次 我看着老板垮下来的脸 立即出声鼓励他 不会呀 老板 挺好吃的 我们的茄子 帮忙烤烂一点谢谢哈 好嘞 我烤茄子手艺一绝 你等等就能尝到了 许承衍摇头笑了下 拿起饮料 将我的杯子倒满 小心点 别烫着了 陆怀川甩开莫语新的手 静止往旁边的桌子坐下 就在这吃 今天我请客 莫语新气急败坏的剁了剁脚 却还是跟了上去 嘿 这时候不嫌脏了 大家吃着聊着 气氛一下子火热起来 张俊突然对着我哀哑了一声 我说怎么第一次见你 就眼熟呢 我们是不是一起上选修课 那 那个店 店 店影艺术见上 看他想的吃力 我替他接了下去 哎对对对 难怪成哥不点名都要去上 嗯无 张俊的嘴巴里被塞了只鸡爪 吃你的吧 少说话 许承衍收回手 用纸巾擦了擦 将面前装着包好的龙虾肉的盘子 放到我面前 见我瞪大眼睛 看向他 他朝我摊了摊手 放心 干净的 我戴手套包的 我关心的是这个吗 将然 结束了我送你回去 你和这些人在一起我不放心 万一有心怀不轨的呢 你爸妈要是知道 你这么晚了 还和一群男生在一起 他们也会担心的 陆怀川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突然走了过来 张俊指着自己的鼻子 傻愣愣道 啊 他说的心怀不轨的人指的是我们吗 许承衍朝隔壁的桌子 抬了抬下巴 清朝一声 八点半和朋友 在学校附近吃个烧烤 我爸妈有什么好担心的 担心我会发胖吗 陆怀川他们一桌 草草吃完就走了 莫雨昕经过的时候 还不忘狠狠朝我瞪了一眼 我们结束 准备走的时候 张俊突然拍了下脑袋 我想起来我洗发高霉了 得去对面超市买一下 哎对 我牙膏没了 好巧 寝室里没矿泉水了 一起买点 最后只剩下我和许承岩两个人 并排走回去 不是 他们的借口找得真得很拙劣好吗 这些东西 学校超市就有 还在他们回南寝经过的路上 不怎么寂静的夜晚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微妙而奇异的气氛 还是我先开了口 许承岩 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就因为我给你送水吗 他长得帅打球又好 给他送水的女生不少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许承岩的脚步停了下来 第一次上选修课 我心想这女生真有意思 在课上看了电影 还能看哭了 当时看你眼睛红红的 皮肤白白的 好像个兔子一样 嗯 你被老师叫起来 回答问题时那惊慌是错的样子 也挺像个兔子的 像只马上被人猎到的兔子 你夸电影里的狗狗可爱 我却觉得你比那个狗狗还可爱 后来在操场上 见到你好几次 每次看到你来 我打球都更认真了 结果你是来看别人的 虽然不知道你看的是谁 但我就觉得你眼光挺差的 因为你们戏内几个 没一个能看的 感谢老天眷顾 那天有一赛你来给我送水 我就知道 我机会来了 许成衍看向我 漆黑的眸色深沉 他的脸颊微微泛红 许成衍 你脸红了 你害羞了 没有 风吹的 傲娇 许成衍将送我到寝室楼下 因为心情好 爬五楼我都不觉得累了 直到我接到陆怀川的电话 将然 下来 一如既往命令的口吻 没空 我拒绝 你不下来 我就在楼下 喊你的名字喊到你下来为止 疯子 我妥协了 我刚到楼下 陆怀川一把抓住我的手 万往一旁走去 放开我 我试着甩开 却被钻得更紧了 一直到四下无人的地方 陆怀川才终于放开我的手 你和许成衍在一起了 陆怀川的态度很强势 语气里充满了质问 你抱扇了 又故意和许成衍走那么近 不就是为了气我吗 将然 你长本事了 现在也学会欲擒故纵这一套了 这话把我给气笑了 我对了回去 你以为 谁都像你一样八百的心眼子吗 陆怀川突然松了语气 将然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们在一起吧 你说什么 我都怀疑自己 大耳朵出问题了 我说我们在一起吧 陆怀川又重复了一遍 那墨语心呢 提到他的名字 陆怀川不耐烦起来 关他什么事 他像忽然想到什么 无所谓的笑了笑 哦 聚餐那天玩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随便发的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撇清了和墨语心的关系 陆怀川向前靠近一步 将然 这不是你这么多年来的愿望吗 现在 我可以帮你实现了 他傲慢的样子 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因为一点点怜悯心 而给出了施舍 可是 陆怀川 我抬起头 直视他的眼睛 我是真的已经不喜欢你了 陆怀川脸色微变 是因为许成年吗 你们才认识几天啊 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平静地看着他 这和时间长短有关吗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不也才看清你吗 陆怀川 我高中时喜欢你 是因为体育课 你出手教训隔壁班嘴欠的几个男生 可现在 当你篮球队的队友 开我玩笑的时候 即使只是作为朋友 你也应该出面维护我一下 可你没有 不尊重女生的人 不值得我喜欢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 陆怀川仍然将在原地 他看上去似乎很难过 可我有却一种如释重负感 原来放下一个人 好像很慢 但好像又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打开手机 微信有好几条消息 全来自许成年 我到了 你怎么不回我 不是吧不是吧 你走个楼梯 怎么还失踪了呢 我 一 许成年 我 许成年 我们去吃 对面又立马补充了一句 就我们两个 我 情不自禁笑起来 我 好啊 你看 喜欢你的人会立刻给出 你想要的回应 我想周六会是个好天气 我很好 他也很好 番外 我有预感许成年 好像要对我告白了 因为他在抖音点赞的 告白视频好巧不巧 被推送到我的主页了 他又在聊天时 装作不经意地问我喜欢什么话 我的内心有点期待 又有点紧张 为了以防万一 这段时间和他出去我都会化妆 可我还是试测了 晚上的选修课 全部黑了下来 当灯在亮起的时候 许成岩捧着一束粉荔枝 朝我走来 他在我座位旁蹲下 嗓音低沉阴雅 眸光灼灼 我想了好久 向你告白的场景 最后还是决定 选在第一件你的课堂上 在你最喜欢的电影面前 将然 我喜欢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想让你知道 我想和你在一起 原来真的有人会裹着一腔爱意 和真诚 一步步向你走来 好啊 完结洒话